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下载东盟传媒或者是DUNFM 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五的早晨8点03分 我们首先第一折消息是要为你送上了这个瑞典的新闻 瑞典这一遍就在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屠杀事件 不算是屠杀,就是有两名的这一个人被杀死了 这个是一名男子,他戴了一个Star Wars星际大战的面具 然后闯进了一间学校 先后他砍伤了一名教师还有四名学生 教师是当场死亡的 另外一名学生是在送院过后不治身亡 警方到建场开枪射杀凶徒的时候 这个凶徒也朝警方开枪 不是,是这个凶徒他也反击这个警察 可是警察就朝他开枪 击中他过后这个送医的时候也是重伤不治的 凶徒,凶徒是哪来的呢? 最近的叙利亚大名比较多是叙利亚人呢? 嗯,这个还不清楚吧 因为这个男的,这个男,这名男子 他,其实他戴了这个面具也是让人很多想想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Star Wars 他其实Star Wars的粉丝在全球各地都有 然后他现在戴了这个面具 也不知道他是和这个面具有没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Star Wars就是一个正义 也有一点点就是超现实或者是超时空之类的一些特点在里面的 所以不知道这个人 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迷恋这个Star Wars的人 他们是有一点点科幻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这一名他戴的这个面具 是不是有象征一点点和这个Star Wars有一点关联呢? 也是一个疑问了 对,结果呢 警方在当场就把这个行凶的人给击毙了 相信通过面部表情啊 或者是不是面部表情 死了人是没有面部表情的 就通过脸相啊 通过他身份的一个验证啊 很快会得知这个人的身份的 再想 我们先推测一下吧 假如 如果是一个叙利亚人的话 他戴着星际大战的这个面具 星际大战他应该是美国的产品 美国电影业出产的一个产品 好像似乎他戴着面具不太合情合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今天的这种报道 假如说我们先入为主 或者是报章已经认定 他就是中东的 他是个穆斯林 那么我们在今天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它定义为恐怖袭击呢 那我们又怎样去定义 什么是恐怖袭击 什么是不是恐怖袭击 什么是恐怖分子 什么不是恐怖分子 唯一我们现在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 如果他是来自中东的 如果他是穆斯林 如果他做出了一些暴力的行为 那就是恐怖行为恐怖分子 如果是他来自西方的 而且同样他做出了一个暴力的行为 那么西方社会会把它定义为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 公平吗 双重待遇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双重标准 因为在瑞典这一边 或许很少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的事情经过了之后 这一边官方就觉得 这一天是瑞典最黑暗的一天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 现在很多我们也看过很多次 闯入学校的这些恐怖袭击事件 然后目标都是一些学生和教师们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到底这些行凶的人他们在想什么 可是这个还是我们需要去多关注的 到底为什么世界上还存有着一群这样的人 不管是冲进这个学校也好 冲进教堂也好 或者冲进一些人比较多 或者甚至地铁地下铁都好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动机 朝这个社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方向的 我们换一个焦点 看一下这个普京的事情了 普京俄罗斯的普京 他不是最近一直都在叙利亚这里帮忙吗 就是帮忙这个叙利亚内战的事情 所以现在叙利亚总统就特地登盟去搭卸普京了 因为普京一直都在当他的靠山 帮他反击这个反对派 就是政府的反对派了 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他阿萨德 他就抵达了莫斯科这边 见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然后就 其实这个报道是说 他是大谢他 就是帮他反击这个伊斯兰国IS恐怖分子 然后协助叙利亚保领 就是保领这个土地的完整性 可是当然我们也知道 普京他不只是在反这个IS 他还帮助这个 帮助叙利亚这边 反反击这个反对派 政府的反对派了 对 普京是怎样迎接这个 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的呢 首先普京邀请 也许是他手下 也许他是他亲自打的电话 邀请 首先是普京邀请的啊 邀请叙利亚总统巴萨尔来访问俄罗斯 那么巴萨尔呢 就来访问俄罗斯了 普京是怎样招待的巴萨尔呢 他铺了红地毯 很浓重的招待了这名叙利亚的总统巴萨尔 那么巴萨尔在西方的地位又是怎样子呢 美国都不看在眼里的 想一直把他推翻掉的 但是这次会面之后 马上的普京就给四个国家打了电话 第一个国家呢是打给沙特阿拉伯 第二个国家是打给土耳其 第三个打给埃及 第四个呢是打给了越大 这四个国家都是中东的重要型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联盟跟美国还是比较接近一点的 普京绕过美国 主动的跟叙利亚总统巴萨尔会面 同时热烈的接待他 又同时绕过美国给另外美国的同盟国 中东的同盟国打电话 这个举动让美国人或者是说美国总统 看在眼里心里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明显是不太好受的 是 所以普京在这个事情上 他在宣扬着一些事情 宣扬着一种权利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 在中东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是采取主动的方式 而且具有一定的权力 而且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那么他呢也有意想代替美国在中东整个局势上的一个战略地位 这一点美国看着肯定是不舒服的 当今老大看着俄罗斯这么洗在自己的脸上 那么这种情形下美国的面子又何以言表呢 是当然这一个事情可以看得到俄罗斯在这里的一个企图心 然后他有他的一个势力 可能是外界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可能他的势力是慢慢的超出美国 或者是想要慢慢的取代美国 当然他的势力有没有那么强大呢 或许大家有眼睛的话都是可以看得出的 是可以相比较之下是可以慢慢可以超出的 如果他还是继续采取这一种主动的方式的话 或者是主动去和别的国家去做一些外交 或者是做一些政策上的决定的话 是很有可能超越美国这一个势力的 因为美国再怎么说 虽然说一直都是这个最大的势力 在全球上算是引导着全球 可是现在普京领导的俄罗斯 他们所做出的很多的很多的这些政策 尤其是在叙利亚在中东这一块地区的话 对俄罗斯的印象是很好的 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他们在这一边的事情 就是在叙利亚这里空隙的事情 就连伊拉克的政府也觉得说 应该要转向俄罗斯这边求救了 伊拉克的执政联盟 审业派的这个政府武装组织 就暂时对美军失去了信心 然后现在可能就会转 慢慢的转去这个俄罗斯这边求救 然后希望这个俄罗斯可以帮助他们 空隙这个IS的 就是IS的分子了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些势力 然后别的国家又会怎么去投靠他们的 现在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一直都是很强大的势力 可是现在竟然伊拉克也对美国失去了信心 然后想要投靠俄罗斯 对伊拉克内部它是有两个派别 其实按道理说是有三个派别 第一个派别是审业派的 刚才所说的想投靠俄罗斯这一派的 另外的一个派是逊尼派 还有一个派是库尔德人派 三个派系的主张都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理所当然的会认为 伊拉克的神业派 它会支持神业派为主的政党和国家的 你包括伊朗 伊朗是神业派为主的一个国家 那么它跟伊朗会靠到很近 那么叙利亚政府 无论是现在的叙利亚政府 还是之前的这个利比亚政府 这两个政府的倾向度都是比较倾向于这种伊朗这边派系的 那么伊朗这个派系或者是说叙利亚 叙利亚或者利比亚这样两个政府 它也是背后受到俄罗斯的一个支持的 他们在一起就算是一个同盟军了 所以可以想象到在伊拉克内部 它的神业派要倾向于俄罗斯 也好像似乎是行情理之中的一件事情了 另外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的局势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美国和俄国呢 即将在维以娜 还有另外的两个总统国家 要举行一个外长会议 谈一下叙利亚内部的危机问题 究竟怎样才可以解决 是不是可以通过政治协商的途径 可以解决 但是政治协商的途径 它面对着重重的困难 第一个重重的困难呢 就是美国这方面坚持要换掉阿萨德政权 那么俄罗斯这方面坚持要支持阿萨德政权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俄罗斯这方面已经宣兵夺主了 已经宣示了 俄罗斯在中东问题上 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占有主导权的 宣示它的权力就是在这儿呢 在这个时候俄罗斯能够妥协 说我不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了吗 好像似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另外的一件事情 像美国 美国如果它能够后退 或者说它能够向俄罗斯妥协吗 这件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 超级大国 第一号强国 它能向俄罗斯妥协吗 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两个国家就僵在这儿 想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 似乎还是很渺茫的 最主要还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因为在中东国家叙利亚这一方面 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为什么呢 就算是俄罗斯没有最好的印象的话 至少美国这一边一定是最不好的印象 我们之前也谈到说 叙利亚这里内战的是 很大的因素也是美国这边造成的 美国这边造成了过后 当初美国也没有想说要很尽力的去帮忙 就算是帮忙的时候也没有很有诚意 就连这些欧洲国家很多都去收留了这些难民 可是美国那时候是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收留这些难民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 美国的它的影响力或者是它的印象 是对整个欧洲或者甚至是对中东国家是很不好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的话 美国就它的势力是大大的 比这一个俄罗斯小了很多 这个是我们看得到是两个 比较算是有势力的国家 在这个地区里面的一个表现了 我们换一个焦点看一下 这一边的就是德国这一边的事情了 以色列的这个总理他就是内塔尼亚胡 他在星期二的时候就说到了二战时期的巴勒斯坦的 这个伊斯兰领袖胡塞尼 当时就煽动了这个纳粹头目希特勒 才发生了这个犹太大堵杀的事情了 这一个发言一说出来之后就宣起了这个宣传大波 然后不只是犹太的学者都驳撤他的言论 甚至连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都强调说 这些犹太人大堵杀的事情 应该负责的是我们德国人 所以整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得到 默克尔好像就直接把这个以色列总理 盖了一巴掌了 是 其实未来的几天当中 马上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他要访问德国的 然后在访问德国之前呢 现在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正在有一些边界上的一个冲突 是在升温着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也许他的智囊团或他本身 想为访问德国之前铺一个路 就是说一点德国爱听的话 说一点说纳粹时期 或者是说我们犹太人大屠杀不是德国 完全的罪责在德国身上 而且一部分应该是在一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领袖的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没想到他的智囊团估计错了 其实德国的总理默克尔他这个人的为人是比较正直的 也比较感言和执着的 他直接就说该为犹太人大屠杀负责的是我们德国 不要把这件事情牵扯到其他方面去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确确实实以色列总理内坛尼亚胡呢 他的外交上是有一点失败了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他国内的情形和国外的情形的一个共同作用力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时他是在哪个场合下说的这句话呢 是召开了这个全球的犹太领袖发表的演说的时候 他这么说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演说 他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和宗教之间的和谐是有好处还是有破坏性作用 显然是破坏性作用比和谐的作用要大得多了 他直接就把犹太人和穆斯林给对立起来了 那么他如今以后以色列周围全都是中东国家 全都是穆斯林国家 又怎样独处呢 唯一可以支持的就是美国作为你的后端 但是美国是不是完全是可靠性的呢 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前有一个外交心理 或者是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对于国家未来这个发展的一个展望 就是你要好想一个好好的发展 需要给你周围的邻居打好交道的 不是以灵为敌 而是以灵为友的 对 总之这件事情我看到的是 这个德国 总之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他自己的一番说法 虽然说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诚信的说出这句话 该为犹太大堵杀负责的是德国人 可是他这句话是让我觉得很欣赏的 因为怎么说 毕竟一个过错他会去承认的话那也是好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说到这个南京大毒杀的话 日本他也没有正面回应说他们承认这个事情 也没有说对于这个事情有太多的表态或者是道歉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即将的这个国事访问或者是即将的这些事情 政策上政治上的事情会出了一些联系 可是他在这个时候说出了这样的话的话 是他一个直率的心格 可是也是对他 我对他的这个 本身的办事的能力也是有一点点欣赏 是 我们换一个焦点就看一下这个荷兰这一边的荷兰这一边的这个电子反应 是快过光的 因为这个荷兰的这个荷兰的专家就证实了 爱因斯坦的理论可能是错的 因为电子的反应可能是快过光的 爱因斯坦他就曾经提出的这个叫做上帝不会只塞质的这个反驳量子理论中的量子纠缠的假说 可是荷兰科学家现在就发明 就是证明了这个物质可以相隔很远很远的距离也可以一起互相起作用 对 且后人证明前人的一个理论的错误 在我们当今社会来说 它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事情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前浪趴在沙滩上 那么其实爱因斯坦如果看到这样子的 他如果是活着的话 看到这样的一个科学证明 证明他的理论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认为爱因斯坦他是一个信用宽广的伟大的科学家的话 在科学理论上他应该是赞同这种说法的或宽容或支持这种政治和支持这种科学论证的 其实这个理论呢 爱因斯坦的理论主要是传统力学 传统力学就是说在一定的空间内 那一个力和另外的力互相有作用力 那么他极力是反对量子力学的 什么叫做量子力学呢 量子力学就是两个粒子在很遥远的空间内 假如说一个大学的校园 一个电子在另外的校园的东边 一个电子在校园的西边 那么这两个距离很远的电子能不能互相起作用呢 结果这个荷兰的科学家就证明他们会起作用的 所以这个理论呢 也就是某些侧面上能够支持现在科学的量子力学的一个未来的发展